缘分也许真是奇妙的东西 小白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会和男生交往 更想不到 俩人的缘分 竟然从姐姐把自己的手 交到安医生手里开始 俩人的第一次见面并不完美 还有些鸡飞狗跳 而且安医生给人的感觉 还冰凉凉的 更有些规模 所以小白同学打死都不想 再见到这座大冰块了 更何况他害怕医生 更害怕牙医 要是有的选 那就下辈子见吧 可是神助公姐姐不干啊 这不又安排学弟 主动送上门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小白同学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这些还是他小时候 父母双亡造成的 所以在他失眠的时候 就会吃很多安眠药 这种情况下 基本是叫不醒的 于是地控姐姐上线了 安排这个冤种学弟去家里 看看宝贝弟弟是否还活着 虽然极其非常 特别不情愿 但是还能怎么办呢 谁让人家是学姐呢 于是不情不愿地撬开 哦不 是打开学姐家大门 终于在一堆毛绒玩具中 看到了人是不醒的人 再看看床头柜上的安眠药 和睡得跟猪一样 怎么都叫不醒的人 彻底无语了 本来好心给这个小白 吃盖一下被子 谁知刚刚好一点的手腕 被这冤家再次压倒 这是跟他有仇吧 你故意的 怎么倒霉啊 好心学弟 等等帮我看一下 瓦斯跟窗户有没有关 你会太过分了 喂 地控学姐交代的任务 她必须要做 关窗户关灯 检查燃气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是养弟弟 还是养儿子呢 安医生是彻底服气了 第二天一早 小白就发现了不对 赶紧打开所有灯 她以为是姐姐回来了呢 最后得知 是安医生跑来家里看她 还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跑去厨房 准备做点拿手料理 送给安医生 毕竟自己是饭店老板 能拿得出手的 并且包含满满诚意的 只有美味料理了 结果看到便当的瞬间 却勾起了安医生 那段痛苦的回忆 对待小白的态度 自然就冷了几度 说话也毫不留情 与其做这些多余的 我宁愿你后天下午四点 准时出现的诊疗意向等我 金医生 对边的感谢 你的态度是不是有点 没疑惑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 我只是觉得 太一厢情愿了 还有 白小爷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敢说他一厢情愿 自所多情 姑姑对你造成困扰我 真的很抱歉 就当初说我自所多情 我还是就丢掉 再来 你这复诊小爷的名字 倒过来写 果然 小白倒点没去复诊 安医生却坐立不安了 毕竟他吃了人家的美味料理 一看就是满满的诚意跟用心 谢谢你昨晚替我解跑一趟 为您献上 白朗独家法式海鲜炖饭 补充金医师的金气笋 希望合理胃口下午看着 加油 他也只能亲自去抓人了 于是叫上员工 直奔白朗的餐厅 果然餐厅很火爆 也很出名 自家员工都听说过 结果他这边刚进门找座位的功夫 就发现某位病患 安医生费都要气炸了 上去一把扣住小白手腕 一脸猛逼的人 还是一脸猛 这是闹哪样 这人谁啊 人是谁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